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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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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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物效尾 耿宫就是我们历史上这种优秀代表 宫之结义 古今未有 这是后汉书耿眼列传第九中 对耿宫事迹的表述 耿宫究竟有什么样的丰宫伪迹 被后汉书所记载 书本旅行团与郭吾教授来到车师古道 从这里开始探寻耿宫的故事 车师古道是西汉时期就存在的交通要道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为什么车师古道在这里建呢 它是天然形成 天然形成 对 这个山谷是天然形成 只是古人在探索的过程中 发现这条路是最好走的 所以就慢慢走着走 就走出一条车师古道来了 准备慢点 天地间只要有这样的景色 一切都值得 对 你看这个水挺大的 下面这些绿洲就靠这个水了 这没有这个水 就没有绿洲 没有人生活 种不了地 一切的源泉都是这儿 就这块地 对 就是为什么有亭州呢 为什么有金满城呢 就是有这条路 它这个水很急是从哪儿下来的 亭州呢 是山上那些 就是雪水融下来的 那些军队在车师古道走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用这些的水源 还有物资什么的 对 你看它沿途主要是 人也要喝 然后马也要喝水的 所以就是它肯定是要有水 还有马 随时要吃点草什么的 所以这水草还可以 东汉永平17年 公元74年 耿宫被任命为悟孝位 屯兵金满城 金满城位于金吉木萨尔县 泉子街镇西北32千米处 耿宫在这驻守不到一年时间 敌军来犯 永平18年 公元75年3月 北匈奴蝉鱼派左路黎王 率领两万骑兵攻打车师后国 耿宫派司马领兵300人前往援救 汉朝将士将如何面对 数倍于己的敌军呢 数倍旅行团来到车师古道的源头 去感受耿宫当年的焦灼心境 耿宫是在这里拦截的吗 对 这是著名的车师古道的入口 从这朝南呢 就一直呢 就到吐鲁方去了 公元75年3月份 他们是先从哪儿 可能从那边的山道下的吐鲁方 把那个吐鲁方全部都给袭击了一遍以后呢 那个情报传到耿宫 因为耿宫在下面那个金满城 他迅速派了300将士 然后进这个山谷去拦截这个匈奴 但是没想到敌人太多了 寡不敌重 所以300将士可能都牺牲在这个车师古道的山谷里面去了 那耿宫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拦截匈奴呢 所以我就说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有这个车师古道 就是这个天山就是像一个长城一样的 那么这个上面有它好多的通道 这一条就是这些通道里面最好的一条 就是说骑着马就可以过去的 刚才大家也走了比较宽敞 它很容易就翻到图鲁方去了 所以它一定要守住在这 公元75年3月 敌军率骑兵两万进攻 围攻勿效尉耿宫驻地金满城 书本旅行团不禁为耿宫担忧 他们将用什么方法应对敌人呢 国务带大家来到小溪沟遗址 跟着耿宫的轨迹重温千年前的基站 小溪沟遗址位于泉子街镇 小溪沟村西侧80米河谷台地上 据专家考证 此地有可能是当年的金满城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小溪沟遗址了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呢 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岁月嘛 它后来不断地毁 耿宫在这还打过一场战 公元75年的时候 三月份两万匈奴兵 如潮水般地就涌过来了 然后这个耿宫带领他的部队 在这打了一场大战 可能也打得挺长的 三月到五月吧 最后还是把敌人给打退了 耿宫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为什么选择死守城池 而不退回去保存实力呢 因为他的出境特别艰难 车室古道已经被上岭了 北边匈奴的大本营 根本就没地方跑 是吧 他朝这边跑的话 很快匈奴就追着他 他们人少啊 所以他只能守着他这个城 城还算是有险可守吧 所以他只能是凭借城 耿宫联合车师后果 在金满城已少胜多 除了城防高 对敌军起到了有效的抵抗 背后还有着 什么样的破敌方法呢 书根旅行团跟随郭吾教授 来到丝绸之路 北亭故城遗址博物馆 从沙盘感受当年 耿宫英勇战斗的场面 你看这个场景 他们刚好把那个耿宫复原了 就是站在城楼正中间那个 拿着剑那个 是耿宫 他的头盔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 他的头盔要好一点 汉朝能胜利呢 就是靠几点吧 一个是耿宫 英明领导 还有这个英勇抵抗 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有这个城墙 第三点呢就是 汉朝军队的五倍比较先进 他们用那个弩 强弩卡在那个弦上 就他不是用手来拉 其实他是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来拉 因为弦很紧嘛 张力好几百斤了都 知道吧 等于他突然把力量集中起来 才能把剑射出三十米远 所以他是靠全身的力量 把这个弦拉好以后 然后他就可以专心瞄准了 是吧 你看我们这 这就有弩机 就是墙弩上面的扳机 因为木头那个地方坏了 这个箭头也很厉害 这个箭头 谁挨一下基本就贯穿了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最后还靠一个 就是下大鱼 靠这几点吧 所以两万匈奴兵很快就退掉了 所以就取得了这个金满大捷 金满大捷后 耿公预料敌军一定会再次来袭 于是带着数量不多的汉军 转移到书勒城 因书勒城周围有河流阻隔 可以更好避免敌军的多面包围 让军队可以单向面敌 耿公以单兵固守孤城 当匈奴之冲 对数万之众连月余年 心力困境 面对数倍余己的敌军 耿公与将士们能否化险为宜 书本旅行团抵达书勒城 聆听书勒保卫战的英勇故事 书勒城为汉代西域的一座城池 该城在天山北路 棒林深渐 地势险耀 恶守天山南北通道 此城依山形而建 东西长约280米 南北长约380米 我们站的这地方是城墙吗 对 这是书勒城的北城墙 做防守 这边就是悬崖峭壁 这边敌人也不会从这过来的 果然7月份敌人就来了 然后耿公就在城里面就开始守卫了 所以为什么叫做单兵 这是孤军奋战 没人管他们了现在 而且敌人把下面那个水给守住了 这样的话没有水喝 这里下雨也少 所以文献里面记载 他们就是炸马粪 粪里面可能还有点汁 因为吃草嘛 草里面有点水 然后多惨 煮皮带吃啊 这种是吧 就是甲都给煮了吃了 他派了一个使者 来说服耿公投降 进城去说服 哎呀 你要是投降了呢 肯定给你好多的进行采访 然后肯定取了各种的愿 比如说让他做一个匈奴的大官 但是耿公不为所动 他把使者给杀了 然后把这个给他们下面的匈奴兵展示 后汉书耿眼列传第九中 记载了使者允诺耿公高官俸禄 耿公等人虽寡不敌众 却依然展现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趋的浩然正气 耿公在古城中是如何办公的 古城内的建筑格局又是怎样的 国务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 来到古城中的一处遗址 继续探寻耿公留下的痕迹 教授 这些瓦是之前就在这里的 还是说把它们堆在这里放起来 没有 这是出土的原状 等于这个房子塌了以后 这个顶上的瓦就掉下来了 考古学家就把它一点一点地剔出来 教授 这之前是干什么的 这个就是城里面最核心的地方 可能某一间最大的 就是耿公的办公室 外面他们发掘 还发掘过那个士兵的营房 就一排一排的 这就是汉代的瓦 这个是属于板瓦 那为什么要用这些纱带 来把它保护住呢 这个它压的地方就是墙的位置 你不信谁去拿 可以提起来的 可以吗 可以 这个没关系 这个里面就是外面的根土 有点重啊 就是这样就拿起来 在搜搜搜一会儿就拿完 里面的那个墙 你看画的线就是墙 你知道吧 它里面还硬硬的 对 就是土 就是根土 它接起来的 经专家考证 石城子遗址 汉代为书勒城 城内建筑为典型汉代中原风格 书本旅行团已无法找到 耿公的办公室 但是现场出土的瓦片 无声诉说着耿公与将士 以寡敌众保卫边疆的爱国故事 耿公是如何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 坚守数月的 国务带领大家继续探寻 所以他们就在这一直从七月份 守到正月 好在他老早就派了一个报信的 那个人叫范强 其实从金马那儿就开始派了 而这个消息呢 就传回朝廷去了 赶上那个朝廷呢 明帝去世了 汉专地即位 就是正赶上权力交接 汉专地 落定以后登基呢 就开始真实讨论这个事了 就是说到底救不救 也是有了分歧 有的说这么长时间了 估计他们都牺牲完了吧 就不救了吧 就不要劳命伤财了 但是后来有人就坚持说 这一段话还挺有名的 就说我们必须去救 如果我们不去救 以后就没有人为你守 大汉的边疆了 哎呀不行 加上这还感动了 公元75年 异常 士官耿工等 西域被困匠士命运的辩论 正在东汉朝堂上激烈地进行着 以第五轮为首的多数大臣 都主张不出兵 但司徒暴御的一席话 却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汉章帝 汉章帝接受了司徒暴御的建议 决定派遣救援军队前往西域 援军一路西行 半路又出现争论 后汉书耿眼列传第九记载 枪固请营工 诸将不赶钱 乃分兵两千人与枪 从山北营工 七千人一来一看 吐鲁方完全就被毁掉了 又出现了这个意见的分歧 说我们到底去救不救啊 耿工还活着没有啊 范枪真的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充满希望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好多时候就跟大家说 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然后他说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就是死了 我们要去看一眼 主将熬不过他说 好吧 我给你两千人 然后你去看一看去救吧 耿工派出的通信兵范枪 得到了两千援军 范枪与援军快速向苏勒城前进 在一个深夜抵达苏勒城外围 书本旅行团不禁担心 他们能否成功营救耿工等人呢 凌晨的时候 范枪在下面喊 说我们来救你们了 然后耿工听见了 那个时候就剩26个人了 就跟着这些人又撤了 而且他们是且战且退 耶路又死了一些 牺牲了一些 所以到了玉门关就剩13个人了 最后只剩现在13 他记在史书里面就说 这些人叫做 族权终有不畏大汉齿 功之结义古今未有 他们是荣耀了 通过他们这种勇敢的精神 还有牺牲精神 战斗精神 这个拼搏精神 耿工给我们的一种 他这种爱国情怀 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以后 要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里面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十三将士归玉门 震撼古今 他们无所畏惧的结义故事 令世人敬佩 耿工以单兵固守孤城 当匈奴之冲 对数万之众 连月余年 心力困尽 足全中勇 不为大汉齿 功之结义 古今未有 这种氛围 真是千载难逢 本集书本旅行团跟随范叶 后汉书 耿眼列传第九 了解车车 了解车师古道的独特魅力 游厉千年古城 书乐成 通过实地探寻英雄人物 耿工的英勇事迹 感受他的爱国情怀 领略耿工 威武不能趋的浩然正气 以及坚定守卫 疆土的赤胆忠心 耿工与将士的爱国精神 深深感染着书本旅行团 每个人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他们会将爱国精神 继续传承下去